57岁徐锦江全家赵,妻子美国舒淇,李立珍,儿子也是帅气小鲜肉。 就在昨天,2018某春季时装周的T台下面,看到杨瑞久为已久的明星,那就是张敏与徐锦江。张敏退出娱乐圈已经多年,已经很少参演影视剧了,而她如今一席短发更是撩人,真的是风采不减当年,堪称是不老女神。 两人比邻而坐,而且作为两位资深杠星,自然感觉非常亲密,两人边看T台秀边聊天,期间徐锦江更是笑得很开心,可见两人应该是老友了,只不过唯一遗憾的是,这两个优秀的实力派,如今都退出演艺圈了。 现在的小鲜肉,除了颜值就只剩下尴尬了,这也不禁让人怀念八九数年年代的杠星,其中张敏不用多说了,她从初到就是主角,更是在周星驰的力胖下走红,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,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回头的画面更是经典中的经典。 相对于张敏星图的一番风顺,徐锦江更像是草根的逆袭,而且人生也很传奇,舒淇靠风月片成名,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,把脱掉的衣服一渐渐穿了回去,而徐锦江更是一样,她也是靠风月片成名,但最后却成为了演技派。 很多人都以为徐锦江是香港人,其实并不是,她是黑龙江省牡丹江人,大学毕业后才去的香港,并在1981年考入无限艺人培训班,她与刘德华、梁家辉、胡佳丽等人成为同学,不过她因为长相粗广,出道初期一直在跑龙套。 徐锦江后来为了寻求突破,才进入风月片领域,就这样她十年拍五十多部这样片子,而她的演技得到了人们的认可,王金导演更是笑诚,动作片成龙第一,风月片徐锦江第一,虽然是玩笑, 但在风月片男演员中,真的没有人能跟她比。 而她能真正转型,其实还要感谢麦当雄导演,因为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省港奇兵》,就是麦当雄导演的,更是提起她当了主演,由此她开始退出风月片,成为影视演员,此后更是缔造一步又一步的经典影片。 徐锦江可谓是香港众多黄金配角的缩影,虽然不是主演,但演技却是可圈可点,比如《水浒传之英雄奔色》中的陆志深,《监狱风云2》中的《电玉长》,以及《我豪宗》的《鸭七》,每一个角色都堪称是演技担当。 而她与张敏、周星驰,也是有过精彩的合作,比如《九品之外观之白面包青天》中的《暴字头》,就是非常经典的角色。 其中她嫖即时那句,我玩玩了它,不给钱,那就不算卖卡,更是成为无数网友的口头禅。 她不止在电影领域有很多经典作品,在电视剧方面也是成绩斐然,比如她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《金毛狮王》、《千剑奇侠传》中的《伴略教主》、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《欧阳风》等,都是非经典的角色。 其实这不是她最特别的地方,演戏好的演员有很多,但像她这样演员成为画家的并不多。 她毕业广州美术学院,到香港以后,更是拜关山岳为师,可谓是名师高徒,她的作品更是曾卖到80万的价格,美术功底非常不错。 而最让人意外的是,她不只是画家,还是一名相声演员,在2009年的时候,她就拜入相声名家唐杰中门下,因此算起来备份来,许锦江跟郭德纲是同辈的相声演员,而向她由演员到画家,再到相声演员,这跨度可谓是非常大。 很多都被她粗广的外表所欺骗了,她其实是个内心极为细腻的人,对待感情更是十分专一,而她与妻子更是一见钟情,第一次见面她就向妻子求婚了,面对突出起来求婚,殷祝平当然拒绝了,更是觉得这人脑子有病。 然而许锦江却坚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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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这样仅仅见了两面 一共只说了三句话 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因此两人是典型的先协婚后恋爱 不过两人婚后的感情一直很好 至今风风雨雨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 而婚后妻子殷祝平 更是成为她的嫌内祝 并为她生下儿子徐飞 现在儿子都已经18岁了 而且就在前段时间 徐飞还参加了北吻的考试 不过可惜的是迷落孙山 不过徐锦江也表示 希望大家不过要多关注她儿子 不要给她太多压力 如果再考三年 还是没能考上 她也许就真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徐锦江可谓是娱乐圈中的一个异类 无论是当演员 还是当画家都是成绩斐然 更让人意外的是 作为风月片之王的她 生活中却是如此专情的一个人 真的应了那句话 演坏人的真不一定是坏人 演好认得变坏的却很多 最后也祝她生活美满幸福 whoa 的 唐 SO 我